好,继续来看下面的消息 美国杰隆生物医药公司在23号宣布 该公司利用人胚胎干细胞治疗脊髓损伤病人的试验 已经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批准 这也是美国药管局首次批准将胚胎干细胞用于人体疾病的治疗试验 杰隆生物医药公司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奥卡玛透露 这项试验最早可能在今年夏节开始进行 参与试验的将有8到10名脊髓损伤患者 研究人员将向这些患者的脊柱中注入胚胎干细胞 然后观察这种治疗方法是否安全 以及患者们是否有康复症状 研究人员表示无论结果如何 这项试验都将成为美国胚胎干细胞研究领域的标志性事件 胚胎干细胞是具有最广泛发展潜力的干细胞 可以分化成所有不同种类的体细胞 仅从技术角度来说 用胚胎干细胞培养人体组织和器官 以治疗疾病是最理想的 但由于胚胎干细胞要从人的胚胎中提取 有关研究在美国引起伦理方面的激烈争论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再给大家通俗的介绍一下这个胚胎干细胞 我们成年生物体内呢 有这个血液细胞 肌肉细胞等体细胞 也有一些呢 没有成熟的可发育成体细胞的细胞 也就是干细胞 那体细胞呢 具有不同的功能 如果打把它们比喻成 具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的话 那么这个干细胞呢 就是还不具备专门才能 但是呢 可以通过学习发展成才的潜在的人才 在这个干细胞当中 胚胎干细胞呢 具有最广泛的发展潜力 可以分化成所有不同种类的体细胞 所以呢 仅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说 用它们来培养体组织和器官来治疗疾病 也是最为理想的